身穿制服的管理員在行政大樓前巡視 生怕有犯人趁著不注意投流出去 位在龜山的台北監獄 平均一位管理員要介護13位受刑人 工作量不輕鬆 卻有管理員頻繁請假 引起其他同仁的不滿 無言因個人健康因素請假次數頻繁 督導幹部請入調派 接會預留人力 以使勤務順行 位在桃園市龜山區的台北監獄 收容將近4000名受刑人 管理員有300人左右 卻傳出一名服務三年的無性管理員 從今年開始頻繁請假 光是一二月僅僅上了六天班 卻還是照樣領每個月5萬多的薪水 而且每次請病假 拿的都是同一間診所開出的證明 同事私底下還給他灌上 北間請假王封號 每月對五元的定期實施輔導 本年度一到三月 以先後輔導三次 以了解五元執行勤務及健康狀況 並加強勤務正確觀念 據了解無性管理員 常因小事跟同仁互告 甚至還為了一萬多元的新冠肺炎 未問金不惜槓上台北監獄 預防強調無性管理員 都有符合請假流程 會對他進行定期輔導 減少類似的情況再發生 民視新聞專愛成黃伯榮周秉瑜 桃園報導 即將 從後輔導 首先 到後輔導 總結束 我們 在後輔導 新ounced